很多人喜欢寻求刺激 比如说用仿真动物来恶作剧 为了营造更加逼真的气氛 会选择光线不好时来捉弄别人 有人给狗穿上蜘蛛套装 将把人吓得尖叫连连 有人将仿真报复放在路边 吓得路人连女朋友都甩了 那如果你在洗手间遭遇一只凶猛的老虎 又会如何 老虎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 有尖锐的渣子和超强的咬合力 要是人类对上老虎几乎毫无法 胜散的可能 视频中一只老虎在洗手间喝水 恰好一位男子从隔间中出来 男子看到老虎后心中顿时了然 是哪个臭小子装老虎想吓唬我 我才不会上当 男子知道不远处有摄像头在拍照 用手指着老虎动作夸张 毫无畏惧之心 还是自己会从老虎身下反过去 就在男子淡定的从老虎身下爬过时 老虎突然回头看了一眼男子 似乎在说 小子啊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男子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哪里是假的 而是一只活生生的老虎啊 在国外只要你有条件 就可以申请领养老虎 经过长时间的续养 老虎开始变得温顺友善 但老虎始终是萌兽 更是天生的掠食者 一旦发生伤人事件 后果让人想都不敢想 如果这只老虎在中国 又会遭遇怎样的对待呢 欢迎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